红军已经不复存在了 怎么能凭借蒋介石的一面之词 来判断红军是否存在呢 您作为一名真正的记者 跟我们谈论红军 就应该亲自到红军当中去 你想采访谁 我想去采访红军 不想采访毛泽东珠的 山北那个地方 是居国的岸 还听说吃人呐 对共党分子 宁可错抓 绝不犯覆 这些不明道特务 为什么突然开始设想盘查 你看是不是冲我们来的 你可是不是冲我们来的